大家好 那么金正恩今天因为一名韩国人越境朝鲜 然后被击毙 并被焚尸这件事道歉 向韩国道歉 这个金正恩很罕见的出面道歉 韩联社消息说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 徐勋表示 北韩方面发来了金正恩的说法 针对在延平岛附近失踪的南韩的官员一事 金正恩对于造成南韩总统文在寅 与南韩人民的不满感到相当抱歉 徐勋透露 朝鲜方面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 朝鲜部队当时对入侵海域的韩国男子开了石枪 不是刻意焚尸 而是焚毁其搭载的漂浮物 该男子搭载一个漂浮物到朝鲜 其实是要烧毁搭载的漂浮物 据了解 死者是任职于韩国渔悦部门 47岁的男性的公务员 21号在延平岛以西的海域 寻货船上失踪 当时身穿救生背心却将鞋子留在船上 研判是自愿跳入海里的 不是因为意外坠海 而是自愿跳 因为鞋还在吗 鞋留到船上了 韩国人跳海 先把鞋了 就告诉你 我是主动跳到海里 我就走了 去朝鲜了 那韩国的情报指出 该男子在被朝鲜士兵迅问时候 表达有投诚的意愿 被朝鲜士兵抓获 抓获以后想说我投诚吧 我从韩国投诚到朝鲜 但是却在水中被击毙 并淋游火化 研判可能是按照防疫规定行事 就是说从韩国过来的一些人 可能是故意散播病毒的 所以几乎就不留活物 几乎射杀 严禁他们靠近 因为北韩士兵不仅身穿着防护衣 焚尸时还戴上了防毒面具 就把韩国人当成是一个携带病毒的病原体 十枪射杀 然后把船只包和尸体一起烧了 觉得身上带病毒 韩国人都是有病毒的 朝鲜现在防疫也是因为这个情况 你秀算你想投诚 你在这个时候投诚 人家把你当成是什么 你故意来传播病毒的吗 之前在开城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本来是脱北者 从朝鲜跑到韩国 待了三年又往回跑 跑到开城想要就回去 回朝鲜 结果发现他身上携带病毒 朝鲜就认为什么 你这是北韩 北朝鲜 北朝鲜认为你是韩国 你故意帮我这放毒 故意帮我这 让我们全国的流行病毒 所以这样的人几乎 你现在看格杀无论 就这么一件事 现在韩国民意沸腾 韩国人觉得你这朝鲜 把我们不当枪杀了 还焚尸 把韩国人都弄成病毒 现在这个文在寅 文在寅支持率很低 因为大家知道 文在寅是支持南北韩 互相之间缓和局势 双方要谈 对北方有一种 怎么说呢 安抚的心态 但是这样在南韩 现在激起了民族主义 那你这样 文在寅支持率就下来了 而朝鲜金正恩 这次也就道歉了 道歉意思给文在寅 给文在寅缓和一下 毕竟我们这个确实 从人道主义角度 也不应该射杀他 是不是 哪怕给他隔离 哎呀 你可以看啊 现在朝鲜和韩国 现在因为这个事 不可开交 韩国的国防部长徐旭 24号表示 朝鲜射杀的韩国公民行为 违背了两韩2018年签署的 平壤共同宣言 919军事协议 事实上朝鲜部队上一次 射杀韩国的平民 追溯到10年前 延平岛炮击事件 当时造成两名韩国士兵 与两国韩国平民死亡 那不管说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至少现在死过人了 朝鲜半岛现在也死人了 而且是开10枪 10枪直接射杀 在水中还没让他上岸啊 如果让他上岸了 可能这个病毒就传播给 这个朝鲜士兵 朝鲜士兵也不可能让他上岸 所以就给他射杀了 那金正恩同事道歉了啊 我觉得金正恩同事也知道这个事啊 做得有点过了 就现在有要投诚韩 从韩国投诚朝鲜的 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 你不管是你 你是有意无意的啊 你都可能被当成病毒啊 这个时候真的啊 特别是朝鲜啊 斩立决 任何病毒不许进入朝鲜境内 直接给你射杀 然后干脆一把火烧掉 你这病毒全部烧掉 你记住啊 因为疫情啊 这两个国家非常紧张 现在朝鲜也是为了防疫啊 所以你可以看啊 就这么一个事啊 但是这一次出面道歉 我觉得也说明朝鲜并不想完全的和韩国啊 在这个事情上对立 也是有 也想回旋 有个回旋遗地 哎呀 那是金正恩呢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看 金正恩并不是那种啊 铁石心肠的 我就做什么事都是对的 他也是认识到有些事自己做的也过了 另外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朝鲜命令边防部队的这个命令 就是严防死守 绝不能啊 放一个人进到朝鲜 传播病毒 但是可能这个事儿 边防部队工作的有点过啊 所以这个韩国啊 方面也产生了这种反朝鲜的这个势力啊 有所抬头 所以从现在看啊 南北韩关系很可能啊 这是一个转折点啊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就是朝鲜半岛现在可能啊 越来越僵化 越来越极端化 对美国是好事儿啊 对美国是好事儿 为啥 美国在这驻军就对了 你记住我这就对了 这又回到我之前说那个理论啊 就很多人都讲啊 都讲什么呢 中国很多时候是吧 利用很多这些民族矛盾 利用什么矛盾 然后利用你们的矛盾 我可以长期在这儿 这不是中国啊 不是共产党 这个体制的问题啊 这就是政治的黑暗 政治都是这么玩的 你看看 美国人利用朝鲜和韩国这里有矛盾 美国人就在三八线待着了 你们斗 我才能在这存在呀 对美国最有利 这叫政治手段 不是什么呀 制度 民主制度没有吗 你看美国玩这个玩的 你们两边斗 你们两边斗 我就在这儿藏机存在了 这是政治 不是制度 任何制度都有可能玩这套 玩这套政治的 你要把政治和制度分开 政治本身就是黑暗的 没有人说政治不是黑暗的 但你不要把这个制度想象成是黑暗的 有些人为了论证这个制度是黑暗的 就把这些政治上的黑暗 往制度上抹黑 那美国同样干的 这不也是这个事吗 美国 美国干的不也是吗 两个民族 是吧 同门同种 朝鲜韩国 你看现在 你们俩斗 你们俩斗 我美国就可以在这长期存在 刚要缓和 东北亚局是刚要缓和 是不是 刚要什么RCEP 马上朝鲜半岛就紧张 你们缓和什么呀 你们缓和 有我美国什么事啊 你们东北亚联合到一起 我美国呢 我美国就完了吗 我美国在这还只有存在意义吗 不能让你们缓和 明白了吧 这叫政治 美国自由民主 他也玩这个 可黑暗了 美国那帮什么布尔金斯基 基辛格 那帮犹太人玩的不就是这个吗 在小黑屋里天天算计这个 算计纳和布尔金斯基那帮人 大棋局 啥叫大棋局 政治嘛 黑暗的很